哈佛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少女 竟与街头混混在天台私混 并私定终身 然而 女孩父亲并不满意男孩强行拆散 却意外发现女孩怀孕 为彻底断绝女孩的念想 父亲欺骗他孩子死了 转眼就将孩子送往孤儿院 任谁都不会想到 多年之后 男孩长大竟然是个音乐怪才 仅学了一个月的吉他 就被他玩得起飞 就连音谱字符仅仅只是刚认识 就能弹奏出超高难度的钢琴曲 甚至一不小心 还考上了著名的音乐学院 短短几个月就成了万人瞩目地指挥家 并在万人的音乐会上 演奏自己的第一首狂想曲 然而没有人知道为了站到这个舞台 他究竟都经历了什么 应对音乐的敏感 即便没有乐器 大自然一切的声音对他来说 同样也可以是音乐 然而 不是所有天赋都被认同 同伴们都认为他是怪胎经常欺负他 似乎不满意男孩的回答 几人变起了争执 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男孩早已麻木 他明白有些时候 这个世界会让他沮丧 但他相信音乐 就像有些人相信童话故事一样 他坚信父母一定在寻找自己 音乐终将会带他回到他们身边 因此男孩一直拒绝收养 直到这天 院长找他谈话 院长的劝说 让男孩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笔 他要主动去寻找 趁着天还未亮 男孩悄悄地离开了孤儿院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像是感受到音乐的召唤一样 跟随着吉他声 他遇到了在广场卖唱的小飞 小黑手里的吉他让男孩兴奋不已 他跟着小黑来到了这个音乐流浪团 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街头卖艺的 大家都服从于眼前这个男孩 乔治问他为何而来 他却回答跟着音乐来道 乔治听了扑哧大笑 因为男孩的手从未碰过乐器 然而乔治怎么也不会料到 眼前这个男孩有着堪比莫扎特的音乐天赋 在大家都入睡后 男孩独自一人拿起了吉他 开始本能地玩了起来 他越玩越嗨 这一玩也让乔治发现了男孩惊人的天赋 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倾囊相守 可是他却只是 想让男孩成为他的摇钱术而已 与此同时 男孩即将去世的外公临死前 才告诉男孩母亲真相 其实当年男孩并没有死 只是被他送去孤儿院了 得知真相的女人 决定开始去寻找这个遗落的孩子 这个单身孕妇被抬到手术台上 本以为会是母子安康的喜讯 却不曾想 父亲竟告诉他孩子没了 傻傻的他竟然相信了 然而 事实上父亲转手就给孩子送到了孤儿院 直到临终前才告知女人真相 女人决心要找回孩子 可是除了知道出生日期 其他的一无所知 任谁都不会想到 男孩长大居然是个音乐天才 并且还一直在找父母 这无疑是触碰到乔治的利益 怕男孩这棵摇钱树没了 他便给男孩取了奥古斯特的义名 还警告男孩别再妄想去找爸妈了 他们早就不要他了 不久 由于女人寻子的事情 警方找到了流浪团的处所 流浪团的孩子们四处逃窜 为了保护同伴 男孩以自己为而引开警察 害怕这棵摇钱树跑了的乔治 欺骗男孩不能告诉任何人他的真名 不然他又会被抓回孤儿院 从此完成不了音乐梦 男孩对此深信不疑 在男孩敏捷的伸手下 他成功逃脱了 然而却意外地跟流浪团走散了 慌乱逃跑过程中 他再次跟随着音乐来到了教堂 伴随着跃动的钢琴声 看着大家唱歌时幸福洋溢的笑容 男孩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好像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一个黑人小女孩注意到了他 并好心留他睡了一晚 第二天女孩放学回来 看到男孩在屋内的街坊 吓得女孩嗷嗷大叫 直奔教父的房间 男孩的音乐天赋震惊到了教父 这般天赋的孩子不该吉吉无名 但是奥古斯特这个名 他调查了 却一无所知 天才不该被埋没 教父带着男孩来到了 全美最顶尖的音乐学校 仅仅一周的学习 男孩就创造出了一张 震惊乐坛的交响曲 教师看到都叹为观止 连忙引荐给校长 男孩还以为是自己上课不认真听讲 被拉来训话 却不曾想 校长竟是邀请他作为指挥家 在著名的音乐会上演奏他的狂响曲 在场的人都以为这是男孩的虚荣心 只有他心里明白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 为了让亲生父母看到他 他也想找回自己的家 然而 乔治的出现打破了男孩的计划 他威胁男孩如果不跟他离开 他便会暴露男孩的真名 逼迫之下男孩回去了 又开始街头卖场 一个哈佛才女 一个街头混混 如此云尼之别的两人 却在广场上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可女人的父亲根本看不上男人 强行拆散了两人 然而可怕的是 女人竟然还怀孕了 为了永绝后患 女人的父亲偷偷把孩子丢到了孤儿院 并谎称孩子已经死了 女人相信了父亲的话 从此跟男孩断绝了联系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孩子竟然是个音乐天才 仅凭借篮球的撞击声 运球的节奏 鞋板的摩擦 这些破碎的灵感来源 第一次创作就做出了神曲 可是这样的天才 没有在学校继续深造 而是沦落街头卖场 只是因为不想再被抓回孤儿院 他还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最终在乔治威胁利诱之下 离开了全美最顶尖的音乐学府 回到街头继续卖场 这天一个帅气的男人 夸他吉他弹得不错 他才难得一见地笑 这人其实就是他爸爸 但是两人却都不知晓 甚至男人都不知道 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 两人很快便来了个父子合奏 他告诉男人 本来今晚有他的音乐会 然而很遗憾他现在去不了了 男人却鼓励他 演出那天 男孩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要去参加音乐会 在同伴小黑的帮助下 他摆脱乔治的阻拦成功逃跑 可惜作为开场表演嘉宾的母亲已经一台 错过了相认的机会 同时就在校长宣布 最后一场表演可能要遗憾告终 男孩及时赶到了 男孩自信地挥舞着指挥棒 音乐响起的片刻 母亲被音乐吸引 他回头了 曲子时而婉转 悠长时而激动澎湃 好像在倾诉着对父母无尽的思念 音乐同时还带来了父亲 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男人像是有心灵感应一般 朝着中央广场奔去 终于一家三口聚齐了 在人山人海中 男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人 穿过人海 义无反顾地牵上了女人的手 然而女人也回窝 两人相视而笑 曲终 在女人炙热的期待下 男孩缓缓地转过身 正如男孩一开始执着的那样 音乐带着父母找到了他 也带着他找到了他们 这份爱意虽迟但终将来到